第二个问题 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地球为什么生机勃勃 我们天地大自然 已经用心造化了上百亿年 才制造永恆出我们地球这点生命 多么昂贵的代价 地球何以生机勃勃 第一位置中庸 它因为太阳既不是最近的 也不是最远的 位置中庸才有恰当的温度 因为太阳近的温度很高 你想水星金星 都是高温的星球 水星的贫穷温度430度 哪个生命可以 在那里生存 金星的贫穷温度460度 怎么金星离太阳远了 温度反而高了 浓密大气的温室效应 只有我们地球 贫穷温度温暖非常的适合 所以位置中晕 而远处的星球都是寒冷的 一片世界 冰冷的世界 第二 那就是冷暖相宜 位置恰当了 不一定就能冷暖相宜 你想位置恰当 像火星的位置也恰当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绿色环带 太阳系 适合生命生存的绿色环带 过去是三个星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里面是金星 这是地球 这是火星 现在把金星给开除了 为什么 因为金星高温的世界 夜晚看上去 金星的大地都散发着暗红色的光芒 460到500度 谁上去谁就是烧烤 火星呢 这是一片冰冻的世界 就我们地球冷暖相宜 为什么冷暖相宜 不仅位置恰当 还有合适的温室效应 金星的温室效应过度 热量散不出去 它的温度去越积越高越积越高 而火星的温度呢 过低 它的温室效应太弱 它的空气非常稀薄 150分之一的大气压 几乎相当我们地球实验室的真空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就是火星的地貌 大家看火星发出红色的光 原因是什么 它的岩石 沙土都是红色的 含有铁成分的一种土壤 所以带有红色 它的天空也带亮 因为它有大气 它的大地 炎然像我们戈壁沙漠 在美国现在找到一块戈壁滩 看上去非常像火星的地貌 所以很多关于火星的电影 都是在那里拍的 我们再看一下金星的表面 你夜晚去 金星的地面就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浪漫的想象 我们要坐着飞船 到金星去旅游 大家看一看你上去以后 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着你 谁上去谁冒烟 是吧 不仅如此 你还没有接近金星的时候 浓密的大气 里面有毒气先给你毒死了 倘若你说我抗毒 我不怕 等你落到还没到地面 也给你压死了 等你落到地面 说我也抗压 我穿上保护服 结果落到地面 就落到这样的 红红的火炭一般的烧烤炉上 你想是什么滋味 第三 大小时钟 大家就此机会 可以看看这八个大行星 这八个星球 你看木星就是居红色 土星就是土黄色的 天王星天蓝色的 海王星海蓝色的 我们地球丰富多彩 色彩丰富 线条优美 层次分明 那么大小时钟什么意思 如果大的像木土天海 我们就要招灾惹祸 就要把宇宙空间 飞过来的用心 彗星 用石 统统地拉过来 冲创我们 引起爆炸 破坏了稳定的环境 使生命不能净化 如果过小 就像火星 水星 月亮 太小 小的吸引力不够 连空气都拉不住 没有空气 至少 高级的生命 不能生存 是不是 在没有空气的地方 也需有非常低等的生命 在核实温度下生存 但是高等的生命 绝对不行 第四 四星屏蔽 地球生命 从第一个最简单的原始生命开始 演化到我们今天 已经上限35亿年了 35亿年 而地球的历史 已经有45亿年了 就是说 只有11亿年的过程 地球都是一片炽热的岩浆 团块 在这35亿年的过程中 我们环境比较安定 我们有个安定的环境 我们的生命才能一步一步 由地级走向中级 中级走向高级 高级走向智慧 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我们的生命随便被爆炸 被冲击 被灾难 就消灭 而这里我们要感谢 木土天海四大天王 这个木土天海四个大家伙 有多大 比如说就拿木星来说 大家看最大的木星 它的体积是地球的1300倍 它的质量是地球的318倍 这么大大家伙 它带领着木土天海四大天王 绕在我们地球的外轨道 炎然保护着我们 当外界有彗星 有用石 有小行星飞过来的时候 立刻被他们四个就吸引过 保护了我们地球 不要去伤害我们的地球姊妹 尽管如此 少量的洛王奉子还是难免的 这叫四星屏蔽 第五日月稳定 我们的太阳月亮都很稳定 我们太阳特别 已经稳定了50亿年 太阳没有说一会儿爆炸一下 一会儿突然升高温度 一会儿发脾气 一会儿感冒 没有这样吧 太阳稳稳当当地燃烧了50亿年 原因就是它内部 有个平稳的核反应机制 科学家推测 这种稳态的燃烧还要再继续50亿年 所以月亮对我们生命有影响 因为你就在人家月亮周期中演化出来的 是吧 所以日月稳定 对我们生命很重要 第六周边安宁 我们地球周边很安宁 我们太阳周边也很安宁 我们太阳处在银河系里 太阳系的周边也很安宁 所以周边安宁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周边 一会儿这个星星爆炸了 一会儿那个潮行星爆发了 一会儿X是线 一会儿伽是线 一会儿强大的紫外线 那我们生命就完了 所以周边安宁很重要 大家看第六个条件了 我说这些条件 缺一不可 第七 银河也是平静的 银河也没有听说 现在和哪个核外星系阵型 大合并 大喷撞 如果我们现在银河系和另外一个核外星系 在运动过程中两个一下 搅到一块大碰撞 带来一个大动荡 我们还有安宁吗 这种现象会不会有 科学家预测 一百亿年以后 有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星系 叫仙女座大星系 将要和银河碰撞合并 但是目前没有 所以银河还是很平静的 第八条 材料充分非常之重要 为了制造我们这点生命 天地造化了上百亿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是高等生命 智慧生命 我们身上有多少种化学元素 大家了解不了解 你自己回家去 我留一个思考问题 回家去班科元素周期表 你一个一个看 这个元素我身上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你就看吧 铁有没有 钾有没有 钠有没有 氢有没有 氧有没有 氮有没有 铜有没有 缺铜得心脏病 心有没有 缺心 儿童要得消化道疾病 是不是啊 很多元素都有 作为一个高等生命 需要这大量的化学元素 这大量化学元素 哪里来的 绝不是太阳制造 一颗恒星 没有能耐制造这么多元素 一个恒星 它用心一生 到晚期 燃料烧完了 开始坍缩 反弹 在这个坍缩反弹的高压过程中 它就会合成很多的复杂元素 然后我告诉你 化学元素周期表里 稍微复杂的元素 都是在超新星的爆发中 这时候反弹就叫超新星爆发 你制造出来的 第九个原因 大气得当 我们不仅有 恰当的大气层 而且有 非常好的一个臭氧层 臭氧层阻挡了 太阳99%的紫外线 否则紫外线长驱之物 将会杀死我们生命 尤其是脆弱的生命 这个大气呢 有恰当的温室效应 测使我们的温度 冷暖相宜 光有何时的位置不行 第十 我们有非常充足的水源 大家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们大海 覆盖了地球面积的71% 我们地球的水非常之丰富 可以说在八大行星里 我们含水量 输老二 到老大是谁 木星的第二颗卫星 木为二 它的水比我们还多 第十一个条件 四季分明 我们地球上有冲下秋冬四季 为什么有这四季 是因为地球 地轴倾斜 正是因为这地球倾斜 四季旋转的过程中 有了冲下秋冬的变化 大家看这个图 在一侧 南半球照阳光充足 在另一侧 北半球照阳光充足 在相对的另外两侧 南北半球 获得阳光是一样多 这就是我们冲下秋冬 正因为有冲下秋冬四季 才有利于我们生命的演化 进化 下面这个图 大家看到 这就是美国 一个湖泊地区的冲下秋冬 四种颜色的变化 在卫星上看到的图 第十二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我们地球的内部 有岩浆在活动 我们有火山在活动 火山爆发 岩浆喷涌 能给我们地球捕虫打气 有许多星球 打气慢慢地都 飞散到宇宙太空里 大气如果得不到捕虫 就会越来越稀薄 我初步给大家总结 这么十二条原因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 还有更多的原因 但是这十二条原因 是最基本的 缺一不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